由他州有一間銀行 退出了支持LGBTQ的遊行贊助 因為那個遊行裡面有變性的小孩的這個舞蹈表演 這個是個好消息 還是又有更多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呢 左派對於小孩的攻擊不斷 連我們小孩看的卡通都要持續的污染 一點一點日積月累 從小就要來扭曲他們的價值觀 他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這麼針對小孩 今天大家可以考慮一個問題 我們的時代 明星跟政治人物的差別到底是什麼 政治對我們來說到底有什麼意義 是不是讓人氣很高的大明星執政 然後他們全部都以民主為基準的話 那我們的政治體系要幹嘛 這些都是很有趣的議題 今天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是Eth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有一個消息一定要報一下 是來自猶他州的銀行 退出了支持LGBTQ遊行的贊助 這個遊行叫做 Boise Pride Festival 因為這個遊行會有 才11歲的變性小男孩 在台上演出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新聞片段好了 暫時再次看 這 weekend Boise Pride is back and bigger than ever this is video from previous celebrations but events set for this weekend are not without controversy online right wing news outlet The Daily Caller posted an article this week about Boise Pride Fest highlighting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a drag show scheduled for Sunday afternoon. That caught the eye of New Idaho Republican Party Chairwoman Dorothy Moon, who in a statement criticized the event. Zion's Bank was a corporate sponsor this year, but has now backed out. Salt Lake City-based Bank said in a statement it has historically supported the LGBTQ community, but withdrew the sponsorship because, quote, we were unaware of the event's activities involving children. In a statement, PrideFest Vice President Joseph Kibbe expressed sadness over Zion's decision and pointed out minor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festival for many years, adding inclusivity does not begin at age 18. We were all able to make it in their hearts and help them. But remember, we were always able to make it in their hearts. Why are you doing this? We're all able to make it in your heart. This is a clear sign. It's just a clear sign that it's not a privat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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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个活动的回应是 不行 你们不可以有任何的底线 他们这个活动主办方说 小孩一直以来都有参加在这个活动里啊 有的有上台有的没上台 多元跟包容不应该从18岁才开始 这个新闻上个星期才报出来的 6月的时候还是这个骄傲月 还不够 现在10月还有一个叫做LGBTQ历史月 History Month 等于说一年有六分之一的时间 都一定要来庆祝LGBTQ这个族群 他们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希望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 365天 最好整整一年都要来庆祝他们 这些奇怪的性生活 不管这个月份是在10月还是6月 这个新闻有一个重点 而且这个重点是一样的 左派一定要把这些议程灌输到 小孩身上 那很多中间选民或者是传统派 传统自由派的人 就会这样想 就会说 而且其实我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个样想的 直到我开始做AI News之后 然后不断的每天读新闻 我的想法彻底的改变了 我之前或者跟我之前一样的人 会认为说这是他们的自由 他们要干什么随便他们 他们自由派这么蠢 只要他们不要碰小孩 他们要干什么随便他们 他们如果只是想要拜登去那些变态 又暴露的活动演讲 然后说一些什么 你们很勇敢很坚强 他们只要不要碰小孩就没事了 但是我看了这么多新闻 然后我自己读圣经之后 我自己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他们一定要攻击小孩 他们一定要把小孩 变成他们议程的一部分 因为如果他们不把小孩都框在里面的话 他们就必须要承认 这些活动是淫秽的 而且都是无耻的 我们不让小孩参加某些活动 看某些电影 或者是玩某些电玩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有暴力 淫秽道德沦丧的东西 但是像LGBTQ的游行 这已经是很明显的非常淫秽的活动 我们为什么会允许在我们的公共场合里面发生 这跟现在最常被讨论的变性人议题一样 很多人会觉得 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觉得 那些人成人啦 对不对 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决定 那是他们的自由 他们如果想要把自己的生殖器切除的话 那就让他们自己去搞嘛 对不对 只要他们不要逼小孩 只要他们不要说服小孩这样子做就好了 我们管这么多干什么 但是他们一定会让小孩去做这些事情 他们一定要说服大众 小孩需要这些手术 因为如果他们说只有大人可以去做 小孩不能做的话 他们就必须承认 这些东西其实是有伤害的 这些东西跟想法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疾病 是需要治疗 需要解决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要承认的就是 这些东西小孩不该做 小孩不能有权利去做 但是大人成人也不应该去做 也不应该有权利去做 这些自由派在做的事情 只是把他们想要得到的结论 结局 用一个最能得到这个结论的手段 达成而已 一个男人如果心理不正常 性别错乱的话 他就可以切除他的生殖器 然后说自己是个女人 如果这个思想是可以成立的话 那当然小男孩小女孩 应该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 而且应该要更早 应该要在青春期之前就去做 因为青春期之后 这些手术就必须变得更复杂 对于身体的伤害跟破坏 就会变得更大 这就是现在很多左派的医生在说的东西 所以说他们一定要把变性手术 变成幼儿就可以去做的事情 原因是因为这个想法 原本就是错误的 不是问题方向错误 是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跟所有的骄傲游行一样 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骄傲游行 原本就不是一个合家观赏 健康的家庭活动 骄傲游行就是一个充满色情的节目 小孩只是一个理由 小孩只是一个棋子 小孩只是他们达到政治目的的方法 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 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只能在某个大城市里面的地下室 舞厅、夜店里面存在的 那些一般的人 一般的正常家庭 不会去的地方 色情产业是人类历史上 最长久的产业之一 但是从来就不是主流的 而且从来就不是合家观赏的东西 但是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让这样子的变态行为 这样子变态的活动成为主流 不只成为主流 还要欢庆 还要我们帮他们鼓掌 他们把小孩放到这个议程里面 只是为了要说 你看小孩都可以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东西灌输给小孩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群 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没有羞耻的人 那有多无耻呢? 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卡通 叫做Pepa Pig 佩佩珠 我没看过Pepa Pig 但是我的小孩会看 通常他们看几分钟之后就觉得无聊 因为可能因为他们还小 可能什么都看不懂 而且也不是有什么音乐啊 那种带动唱的那种节目 这个佩佩珠出柜了 现在同性店主流 所以说佩佩珠也跟着出柜了 非常符合现在的时事 佩佩珠其实是一个常常被攻击的卡通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传统家庭的卡通 里面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小孩 他们生活在一起 一起读书、一起吃晚餐 简单说就是 我们小时候看那个什么樱桃小丸子一样 是个正常的家庭 很多左派都在攻击这样子的卡通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家庭 家庭跟宗教是他们这个邪教最大的阻碍 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 这些撒旦教的目标 促进文化大革命 爹亲、娘亲、母亲 家庭就是一个必须要被破坏的价值 所以从2019年开始 他们就一直针对佩佩珠这个卡通 起了一个诉讼案 说这个卡通里面一定要有同性伴侣在里面 不只是要同性伴侣而已 像说蜡笔小新里面也有同性伴侣 但通常就是搞笑、恶搞的角色存在 他们要的是同性家庭 要有小孩在里面 简单说他们就是要创造一个佩佩珠的家庭 里面是包含了所有的左派的性爱的议程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诉讼案就一直在那个地方 给了很多制作人写信啊 说要告他们啊、威胁啊、各式各样的 为了要促进多元、为了要进步 这些变态的思想放到儿童节目里 所以他们一直很努力的去做 然后这个诉求就达到了两万三千多个签名 然后现在佩佩珠这个制作团队就妥协了 不是妥协 妥协好像还代表他们得到了什么 佩佩珠的制作团队就投降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以后你跟你小孩都不应该看的卡通 I'm Penny Polar Bear I live with my mommy and my other mommy One mommy is a doctor and one mommy cook spaghetti I love spaghetti Lovely Penny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听到很多保守派 或者是中间派的人 甚至小部分的左派就会在那边说 为什么觉醒文化这么猖狂 为什么都要搞觉醒 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为什么会觉醒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要污染小孩的卡通呢 这个是很常见的抱怨 也很常见的观点 为什么觉醒文化会这么猖狂 而且这是有答案的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做 因为我们拒绝抵制 我们除了抱怨 祷告说万军之耶和华清 来翻转这个时代 然后我们什么都没做 这就是为什么 不管在政治里面 还是在生活里面也都一样 一直不断发声的人 一直不断声音很大的人 就算人数不多 也比一堆人 但是什么都不讲 来得有力量 这个佩佩珠的卡通 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跟我一样 佩佩珠就是一个小孩的白噪音 就是我们不想要离小孩的时候 放在那个地方 让他们安静的卡通 上面演什么 我们根本不在乎 但是有一群人 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性生活 私生活 还有变性的这些议程 全部都合理化 所以他们愿意不断的去抱怨 去写信 跟这个人说 跟那个人说 在派对里 在学校 在公共场合 跟别人说 他们有多可怜 一定要这么做 他们才可以得到平等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不想要这样子 议程的方向的人 基本上不太会做任何事 这边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你被问到的话 为什么同性恋伴侣的 同性恋家庭 不应该存在在小孩的卡通里面 你可能回答 不知道 没有为什么啊 错就是错嘛 因为变态 因为左派 因为深层政府 事实上就是 同性伴侣不能出现在 小孩的卡通里面 是有原因的 因为 这代表了社会动荡 这代表了不正常 因为 两个女人不能生小孩 因为 两个雌性动物 无法繁殖 这一切都是虚假的 所以如果 同性伴侣要有小孩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 重新制定我们的 领养程序 领养资格 各式各样的扭曲 例如像什么 带离孕母 试管婴儿 购买男人的精子 购买女人的卵子 所有的东西都是 制造更多的纷争 更多更不正常的动荡 没有任何的道德 这就是为什么 同性家庭 不应该存在 在小孩的卡通里 但是 绝大多数的保守派的人 不愿意这样说 甚至教会 不愿意这样说 因为我们不想要被说 我们不包容 我们不接纳 不合一 太保守 死板 守旧 把律法 看超过爱 不符合耶稣的这个爱人 甚至爱自己的敌人 这个世界 会被觉醒文化吞噬 就是因为 我们什么都没做 我们没有牵制 说我们在保守什么 我们为了要让教会人数变多 然后看到错误的事情 看到违反真理的事情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后说 当基督徒的我们 要学会包容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才会变得这么弱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输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的猖狂 所以只在那边说 我很中立啊 我很开明啊 你们要做什么都可以 不要在这边玷污小孩就好 这样子的观点跟说法 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弱小 只会变得更无能 只会输得更多 每次基督徒说什么 我们要夺回七个三头 但是还是不断的妥协 还说自己是以和为贵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 会变得这么没道德 全部都可以在一个卡通 这个事件里看出来 我们有多么的假冒伪善 那说到假冒伪善的人 我们是绝对比不上左派啦 各位不用担心 虽然刚刚好像在骂人一样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认罪悔改 那在这边讨论一个史上最假冒为善的人 希拉蕊柯林顿 他上个礼拜上了这个频道 最长唾弃的左派电视节目 The View This is amazing 这事太厉害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讲 他在这边说 川普在他的海湖山庄有机密文件 是非常可怕 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I think this should be taken really seriously And it's not a joking matter And it shouldn't be partisan And it shouldn't be partisan It should concern every American Because those documents in the empty folders As they were marked Suggest that there was really important secret information That is essential to our country's defense and security And when the report came out yesterday The documents also included information about We don't know which An ally or an adversary's nuclear program I cannot tell you how terrifying that is 是喔 好可怕喔 跟他的长相一樣 Oh my god 我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 這些機密文件 在哪裡沒被洩漏 然後在哪裡是安全的 就是在川普的衣櫃裡 OK 一被FBI搜出來 馬上就上了華盛頓郵報 哪一個比較可怕 機密文件在川普的衣櫃裡 還是機密文件在華盛頓郵報的頭版 然後希拉蕊說 很多人會為了這些機密文件死欸 對不對 我們之前節目就討論過 有多少人 因為希拉蕊的機密文件而死 有被自殺的 對不對 還有一個是 被吊死在一間餐廳 然後身上被散彈槍打成蜂窩 結果法醫判決說是自殺的 還有像那個 Jeffrey Epstein 但我沒說 我還有小孩 我還有家庭 Anyway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位 左派的聖母馬利亞說的東西 我們還沒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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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在這位 我們會有一點 有關於這些 八個派的 發生的 對焦點 我們完全沒有解釋 消息 對焦點 我們會有消息 對 如果國家有什麼機密的話 應該要給希拉里應該要像她那樣的處理方式 她會把它放在自己的伺服器上面 然後政府問她要那個東西的時候 她就會把它全部洗掉 而且還用漂白水把那些機密文件全部都破壞掉來脫罪 或許這才是最正確的脫罪方式 這個才是真正最好的解決方法 我們這時代的政治出了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分不清楚明星跟政治人物 我們以為政治人物是可以跟明星一樣運作的 就跟木村拓哉當首相的日劇一樣 剛好日劇的名字就叫做Change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一切政治人物偶像化就是從歐巴馬 跟她那個Change Yes We Can開始的 甚至如果要追溯更久的話 甘乃迪好像也算是 我們分不清楚偶像明星跟政治人物 最能體現這一切的就是左派的女神 AOC Alexandra Ocasio-Cortez 她就是一個政治圈塑造出來的明星 跟歐巴馬還有希拉蕊一樣 她有一個明星的個性 在國會裡面什麼都不做 也不立法 天天在那邊吵新聞 因為大家都覺得她的法案很不聰明 我答應過我們的觀眾 我不再講腦殘了 然後她在網路上天天發影片 然後上個星期 她上了GQ雜誌 《紳士記刊》 基本上她是一個神經病 而且是徹底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人士 而且是民主黨的明日之星 那整篇對她的報導 基本上就在講說 AOC有多可憐 多麼勇敢的一個受害者 各位可以想一下她多可憐 她在國會裡面 她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是不立法 然後可以上GQ GQ是一個時尚雜誌 男性時尚雜誌 Gentlemen's Quarterly 這個報導 到底是跟時尚有關 還是跟政治有關 那AOC她到底想當一個政治人物 還是想當一個大明星 這個報導很長 其實也沒有很長 但是廢話一個字都算多 讓我來總結一下 這個報導在說什麼 這樣子大家就不用浪費時間 不過如果說你 以一個娛樂角度去看的話 例如你在馬桶上面 你真的是要花一點時間的話 真的非常歡迎你去讀一下 這邊報導開頭就說 AOC是很可憐的政治素人 沒有任何的幫忙 從小就在水深火熱的生活當中 長大 長期被打壓 被白人至上的社會被唾棋 他根本進不了政治權 政治都是有的人玩的遊戲 太黑暗了 太多的人使用政治 不是為了人民 而是為了增加更多個人的曝光率 AOC很厲害 很努力 在這困難的被男人控制的 被白人控制的美國當中 打開了新的希望 美國新的篇章 世界平等 均富 人民的未來 基本上就是 類似這個樣子的東西 我們有太多的明星在講政治 也有太多的政治人物想要當明星 出來的政策就是一堆爛泥巴 然後他在裡面還提到 他不可能當上美國總統 因為他是個女人 他又是個拉丁裔的少數民族 Anyway 這不是政治該有的樣子 政治是一個非常無聊的東西 政治 特別是在國會 應該是一堆熟知法律的律師 在當人民的代表 在那邊東摩西摩 然後來把我們這個文化的邊緣 還不完善的邊緣 在那邊修復不完善的地方 政治 不應該是一堆人 自以為自己可以當大明星 然後使用政府變得很有錢 越變越有錢 當越久政治人物變得越有錢 或是變得很有名 但是 我們不教育我們的孩子 我們不站出來說話 我們不投票 我們得到的 就會是越來越多 這個樣子的政治人物 是我們投票 把這些人送進國會的 是我們把這些人 當成是我們的代表的 是我們放棄了我們自己的文化 所以現在我們的小孩要被洗腦了 我們的生活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的油價高成這個樣子 我們通貨膨脹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很軟弱 我們不敢發聲 我們以為這個樣子 就以和為貴 是我們助長了這個樣子的變態 而且噁心的政治體系 所以這些人才會覺得 他們沒有選票當上總統 不是因為他們的方向很蠢 他們的政治生態很噁心 他們的自由是壓迫 他們的平等是特權 而是因為他們是被壓迫的受害者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根本不認識自己是誰 他們以為政治就是一個大明星的舞台 然後他就是那個大明星 節目最後我想要回到我們基督徒 在我們interview這些人的時候 候選人Mitch Clayman 是我interview裡面 我覺得最謙虛 而且最和善的一個人 他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在正確的季節 去做正確的事情 他之前開著通水管的公司 然後一直問自己 有沒有人會起來 有沒有人會發聲 有沒有人會出來反對左派這些議程 最後他發現這個是神給他的calling 神要他起來 神要他起來做事 為了他的家庭 為了他的社區 為了他的國家 為了基本常識 我們當基督徒的 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 才要活得跟耶穌一樣 放棄自己的舒適 放棄自己的生活 為了正義發聲 為了真理發聲 真正的把這個時代的痛苦 背在自己身上 而且為了神的道德觀奮戰 耶穌為了我們而死 我個人認為 身為耶穌的跟隨者的我們 做這點事情是應該的 是理所當然的 而且是充滿著希望跟期待的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過去兩年因為防疫的緣故 不單大型活動被迫取消 教會的聚會也轉到往上進行 最近由於疫情開始放緩 教會也陸續恢復聚會 這正是傳福音及鼓舞弟兄姊妹 重新回到神家的良機 是逢南加州 絞生步道會30週年請 絞生將於9月10號 星期六下午3點半 在洛杉磯台服基督教會 以及9月24號晚上7點 在國際大使命教會 呈現一出以反映現實為題材的 音樂話劇步道會 除了舞台劇 這次聚會還包括音樂和敬拜 由葉郭立香牧師指導的水仙合唱團 也將在聚會中現場 千萬不要錯過最後兩場壓軸好戲 讓我們一起在步道的事工上 重新出發 一起參與後疫情時代的福音行動 中文字幕提供